在這邊我很快的來介紹一下 所謂的廣義的曲線坐標 我們常用的坐標系統就是卡式坐標 IJK 這個在空間中固定的三個坐標向量 那麼如果我們在空間中的一點P點 它的坐標分別是SYZ的話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坐標系統 這個坐標系統的三個變數 分別是U1 U2跟U3這三個變數來描述它 那麼U1 U2 U3到底是如何決定的 這是我們首先要了解 你要定義出一個關係 比如說U1如果用SYZ來表示的話 有個函數對不對 U2也可以用SYZ表示 U3也可以用SYZ表示 所以有個轉換關係 至於是什麼樣的轉換關係呢 我們要對特定的函數來描述 但是不管怎麼樣 U1 U2 U3這三個SYZ的函數呢 它都分別代表了一些面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U1這個函數等於C1 U2這個函數等於C2 U3這個函數等於C3 就代表了一個SYZ要滿足的一個方程式 所以就決定了一個面 比如說就是像這樣的一個面 分別有三個面 而這三個面我們就叫做 一個廣義坐標軸 很明顯的 這三個機底向量的方向呢 顯然是跟著P點有關的 跟這三個面 如果考慮在不同的C1 C2 C3交的時候呢 那個切線方向就會隨著P點不同而不同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廣義的一個曲線坐標 而不是固定在空間中的一個固定的坐標向量 這些U1 U2 U3是一個會改變的方向 好我們來看 對於我們常用的這個坐標軸的變換而言的話 我們常用的包括駐坐標系統跟球坐標系統 駐坐標系統我們會有 下面我們還會來介紹 好在駐坐標系統當中呢 我們所用的三個變數呢 就是Rho Phi Z 這三個變數 Rho Rho 5Z這三個變數 好 好 那麼 好 下面我們要來開始介紹第10節的 這個廣義的曲線坐標系統 好 我們現在先假想在空間中有一點 這個點叫做P點 P點的卡式坐標分別是XYZ 那麼我們可以想辦法用另外一組坐標系統 我們叫曲線坐標系統 這些坐標系統有坐標軸的變量 U1 U2 U3 這三個新的坐標變數 這三個新的坐標變數 它可以描述同樣的這個點在空間的位置 那麼我們怎麼樣來把這兩個坐標系統連結在一起呢 U的坐標系統跟卡式坐標系統怎麼樣連結呢 當然就要透過函數的對應關係 每一個U1 U2 U3都會對應到給定的X坐標 所以有的U1 U2 U3就知道這個點的X坐標是什麼 同樣的有一個Y函數 是U1 U2 U3的函數 也會對應到Y坐標 同樣的Z函數會對應到Z坐標 所以這三個XYZ分別都是U1 U2 U3的函數 它們會一對一的這個對應 所以每一個U1 U2 U3會對應出XYZ的坐標 所以這兩個坐標系統可以同時來描述相同的這個點 跟相同的函數的內容 那麼同樣的呢 既然如此的話我們可以逆轉回去 把U1解出成為XYZ的函數 這三個連立起來可以倒解回來 Inverse 所以它的逆運算就可以給我們 知道了XYZ這個點的P點的坐標 就可以倒回去得到U1是多少 U2是多少 U3是多少 所以一個一般性的曲線坐標系統呢 是透過了這樣的一些函數的對應 來與卡式坐標系統發生對應關係 那麼就像我們之前所討論的 當空間中的點呢 開始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說 U本來應該是U1 比如說它應該是XYZ它的函數 自由這個XYZ彼此應該是一個獨立自由變化的三個獨立變數 但是如果我現在要求U1等於C1某一個常數C1 一個XYZ的函數只能等於C1的時候 意味著XYZ並不是完全獨立的 而是只有兩個獨立的變數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空間中的點的坐標呢 就從一個三維的自由度下降為兩維的自由度 就會成為一個Surface 一個曲面了 同樣事情也可以發生在U2跟U3上面 這兩個函數如果等於某一個常數的話 也會給出另外兩個面出來 所以根據你定義了這三個函數之後 就可以相對的定義出三個曲面 如果這三個曲面就剛好交在我們的P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對這三個曲面 來做一些微分的定義 來找到通過P點的三個坐標軸 所以就可以定義出曲線坐標系統 新的以U這個面 以U的變數所形成的坐標系統 這就是整個廣義曲線坐標系統的一個精神所在 比如說我們在前面所講過的兩個例子 其中一個球坐標系統 球坐標系統 它的U1的函數呢 就是R R是什麼 U1應該是這個的函數 XYZ的函數 而R就是根號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對不對 所以U1確實它是XYZ的函數 如果U1等於特定的某一個常數 比如說這大R 那麼就表示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必須是大R的平方 也就限縮了XYZ的自由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變成了一個曲面 而這個曲面非常簡單 就是球面對不對 U1等於某一個常數R的時候 就是一個曲面 同樣的 U2等於θ θ 我們知道 θ 它是 Z除上cos 我們知道 cosθ 是 Z除上R對不對 也就除上 根號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XYZ的函數 而U3如果等於φ 我們知道φ呢 是 Arctangent Y除以X 所以也是一個XY的函數 如果它們都等於某一個常數 它們會對應到一些面 對於 剛剛我們所討論的 第一個我們講了 如果 R 第一個函數 U1等於R 而R等於某一個常數大的話 就是一個球面 第二個變數 U2 這個函數 如果是θ 等於一個特定的某一個θ值的話 那麼它會給我們一個圓錐面 如果φ 等於某一個特定的角度φ的話 會給我們一個平面 某一個特別的平面 好 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個很清楚的 我們已經知道了對不對 球面最簡單 我們下面來看這兩個出現的意義 在我們開始來看這個曲面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定義 我們知道已經有三個面 如果這三個面 彼此相交在某一個點 叫在某一個點 而且相交的時候 這三個面都互相垂直 At right angles 在90度的角度 相交 彼此在p點 相交的時候 都是90度的角度的話 我們就說 這樣子定義出來的曲線坐標系統 是一個正交的系統 我們就簡稱為正交的坐標系統 Orthagonal Coordinate System 好 譬如說 我們就來看我們剛剛所講的 球坐標系統 好 球坐標系統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 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裡頭有三個面 其中一個面 其中一個面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R等於1 R4常數 R4常數是一個球面 就是這個紅色的球面 我們只畫出上半部 好 另外一個條件呢 是讓θ等於四分之π θ等於四分之π 畫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綠色的曲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圓錐面 對不對 圓錐面 它跟Z軸的夾角呢 就是這個θ等於四分之π 這個角度是四分之π 第三個 φ也是等於四分之π φ是XY平面 這是X軸 Y軸 所以跟X軸 跟這個X軸的夾角呢 這條線 跟X軸的夾角是四分之π 而Z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一直往上延伸 全部都是滿足 φ等於四分之π的所有的點集合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面 這個面就是切過 φ等於四分之π 也就是Y等於X的這樣的一個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三個曲面 互相交對不對 比如說 圓錐跟球 所交的曲線 就是這個圓 它會交出一個圓 對吧 那麼 球 跟這個 我們的平面 所交的呢 會是這條弧線 這條弧線 那麼 這個 我們的平面 就是這個 藍紫色的 跟綠色所相交的呢 綠色是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的平面在這裡切過來 所以相交的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直線 所以 這三條曲線 一條直線 一個圓還有這個圓 相交在 這個點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點呢 就可以透過 這三個曲線在這裡的切線方向 來定義出三個坐標軸的方向 這個就是廣義坐標系的一個精神 好 好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就是一個球 為什麼呢 因為 R 等於大R的話 帶進去 你就得到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等於R平方 這是 典型的 球面方程式 那麼 θ等於θ0 也就是θ的定義是 Z除以 根號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再取Rcos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取cos 你就會得到這個 在平方 就會Z平方 下面有這個 然後這個 取了cos 在平方 我們如果叫C的話 那你這個式子呢 平方之後 一向就會得到這個方程式 對不對 那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就是一個雙曲線的方程式 同學們 可以看出來 如果我令 X等於 某一個常數的話 X等於某一個常數 Y跟Z的 這個方程式呢 就是一個雙曲線的方程式 就像這邊 我們所看到的 θ θ等於某一個θ0的話 就是一個圓錐體 圓錐體跟一個X等於某一個常數 就是一個 千錐的面 平行於YZ平面的 這樣的一個面 切下這個圓錐之後 會得到 這個雙曲線 跟這個雙曲線 OK 所以 證實了 我們所講的 這個 雙曲面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 我們的 φ等於φ0 是這個樣子 那φ的定義 是Y除以X取R tangent 所以 如果你把它取tangent的話 你就得到Y等於MX 對不對 如果 像現在的這個 φ是四分之π的話 M就是1 也就Y等於X Y等於X 就是 一個 這個 這個 平面的方程式 因為Z前面的係數是0 所以這是一個平面的方程式 就是這個 藍紫色的平面 所以 從 幾何上的觀察 或者透過方程式的推導 我們都可以證實 我們所講的 如果 如果 有 這個 R 等於常數 θ等於常數 或 φ等於常數 這個 球座標系統當中 當 某一個變數為常數的時候 會給出 曲面 所以有三個曲面 這三個曲面 分別相交 得到三條曲線 而這三條曲線所交的 共同的點 就是我們的P點 OK 好 我們再把這個曲線 稍微畫出來 單獨的畫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三條曲線就交在 這個P點上面 那麼 有了這樣子一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知道 針對 譬如說 對於 我們的 R呢 來做 U1的偏微分 OK 還有 R對 U2的偏微分 R對U3的偏微分 就可以 來定義出 在 這個 焦點 附近的 這個 向量 因為 這些呢 都是 切向量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下面 來實際的 來操作這些 微分 好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試圖 我們試圖 要對 三個交在這個點的面 根據 它的 這個 U等於 常數的特性呢 在這邊 取偏微分 來得到 這些切線方向 然後就可以定義它的 坐標軸 就在這些切線方向 我們剛剛講了 比如說 我把 R對 U1的偏微分 我把它叫做 E1 然後把它算出 它的絕對值 叫做 H1 OK 它的長度 叫做 H1的話 那麼 E1呢 就是一個單位向量了 就是在這個圖裡面的 E1 單位向量就決定了 它是 R對 U1的偏分 所定出來的這個方向 同樣的 對 U2跟 U3也做這樣的操作 你就得到了 E2 E3 另外兩個單位向量 那麼 這裡的 H1 H2 H3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偏分的絕對值 絕對值 所以 E1 E2 E3的 這個單位向量呢 就是透過 R對 U1的偏分 再除上 H1 R對 U2的偏分 除上 H2 R對 U3的偏分 除上 H3 就會得到三個單位向量 比如說 我們在駐坐標系統 我們的 R向量 這邊你看 R向量 要對 變數偏分 對不對 我們也一樣 駐坐標系統 我來對我的變數偏分 我們 在之前已經 證明過了 如果對Rho來偏分的話 這個 Rho 這邊沒有了 偏分沒有 這個偏分沒有 這邊沒有Rho 所以沒有這一項 所以 Rho的偏分 就是cos phi 加sin phj 對不對 那這個 基本上 就是單位長度了 所以 R 所以 Rho的偏微分 就得到的 E Rho 就是一個單位向量了 但是對於 phi而言的話 當我把 R對 phi取偏微分的時候 cos phi 變成 負的sinphi 還有一個rho 就是這一項 sinphi的微分 cosphi 還有一個rho 就是這一項 這邊沒有phi 所以沒有這個 那這一個呢 你可以知道 如果我要算它的h2的話 它是 等於 rho 所以 它有一個 h5 是rho hz 當然也是1 所以 對於 圓柱座標系統 它的三個h 因子呢 是1 rho e 這三個因子 好 我們看到 在 曲線座標系統當中 很重要的 就是 你怎麼樣定義出 坐標軸 是透過 這個微分 來取得 對坐標 對位置向量的 偏微分 來得到這些 坐標軸的方向 並且 把微分之後的長度 算出來 就是h因子 除掉 h因子 就會得到 單位向量 這就是精神所在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的 球坐標系統 球坐標系統 我們知道 如果 我把 這個 r 如果 我們知道 球坐標系統的 位置向量是這個 如果對r 偏微分 這個r沒有了 這個r也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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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得到 這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的長度 一看就知道 是1 所以 hr 應該是等於1 它的因子 應該是1 但是呢 那對於θ跟φ就不一樣了 你看 r 向量 對θ的偏微分 這邊微分完 還有一個r 對不對 這邊也有r 那這邊 也有r 對不對 因為對θ的微分 所以我們有這 有這三項 那你再把這三項的平方和加起來 你會發現 這兩個加起來 平方和是 r平方 cos平方θ 因為φ的部分 剛好平方和為1 然後 這邊的cos平方θ 跟這邊的三項平方θ 又是1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是r平方 那開根號就是變成r 所以 所以 r對θ的微分 所得到的 坐標軸 的 長度呢 這個坐標向量的長度是r 所以它的h因子就是r 最後一個 對φ的偏微分 我們把它做出來的話 你一下就可以證明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呢 取它的平方和 你會得到是 r平方sin平方θ 開根號就變成rsinθ 所以φ的h因子是rsinθ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如果對球坐標系統而言的話 三個因子分別是 1 r rsinθ 所以請同學們注意到了 圓柱坐標系統的三個h 跟這個球坐標系統的三個h 在這裡 那麼 我們剛剛講到 正交坐標系統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很快的證明 比如說 以我們的這個 球坐標系統而言的話 你可以很快的證明 這個 跟這個 這兩個來講的話 他們是正交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沒有k 所以這個不用管它 這兩個相乘 剛好是 這兩個相乘 差一個負號 所以兩個相加是0 所以 這兩個的內積是0 表示 這兩個基底向量 是互相正交的 那麼 r向量呢 r向量是 這個r沒有 這個r沒有 然後你去跟任何一個內積的時候 你也可以證明出 比如說我們把這兩個內積 因為沒有k 所以也沒有這一項 然後 這個跟這個乘在一起 sin平方θ 然後cos5sin5 這個跟這個乘在一起 sin平方θ sin5cos5 一模一樣 只差一個負號 也是消掉 所以 任兩個都互相 內積為0 就彼此正交 所以 求坐標系統 也是一個正交的 坐標系統 對於這個 柱坐標系統而言的話 也是一樣的 柱坐標系統很明顯的 ez 在這個方向上 而我們的 e rho 跟e5 都在xy平面上 所以e5 eRho 都跟這個 ez 是垂直的 剩下的就是 eRho跟e5 他們本來就是 極坐標系統下的兩個 正交的 坐標向量 所以它本來就垂直 所以 柱坐標系統 也是一個正交系統 好 到這裡 我們是 介紹了 這個曲線坐標系統 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結構